那么我在这边 我们的今晚上的节目 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始 那么我是今天的主持 黄更华医师 那么欢迎大家 参与我们今晚上的直播 我们今晚上的直播 题目是 马来西亚中受益的现况与治疗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 邀请到来自马六甲的 陈国强医师 他本身已经是取得 这个博士学位了 他是南京中央大学的 中西结合临床博士 那么他也是在2000年 波特拉大学受益系毕业 本科是以受益为主的 是受益专业 所以还有就是在 他在泰国国际佛教大学 网络英文佛学硕士 他现在也是 也是任职是 马六甲古城传统 中医研究会会长 他也参与这个 中国海外的 这个四中年糖尿病专业 委员会的理事之一 也是第二届 世界中医翻译大赛优秀得主 在2018年 澳洲的这个AACMA 就是Australia Acupuncture and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英文研讨会最佳研讨者 这个讲到陈博士 他这个履历的非常的深厚 他的爱好不单单是对于这个宠物 有这个关怀 还有这个爱心 对于这个中医的这个文化和传承呢 都是非常不留意的 都是积极推动这个中医的这个针灸 还有中医的特色推拿 爱旧等等 所以也在这个中医的这个气功 都非常的积极的推广 所以我们今晚上欢迎我们的陈博士 为我们主讲今天的主题 然后现在请陈博士就跟我们的观众 说声介绍一下 好 大家晚上好 那么呢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上这一类型的直播 如果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 请大家多多包含 首先当然谢谢黄跟华会长的盛情相邀 那么只要有人说想要我让我来说说这些 不管是中兽医中医 健身气功等等这些课题的话呢 我是无人欢迎 那我能力办得到的话呢 就是对这些电脑掌握不大好 也希望说能够参与这样的这类的这个科普的这种讲座 那是我的荣幸 这边先谢谢黄跟华会长 对我们对我的盛情邀请 这样我们直接开始了吗 对 是的 这样我们第一张slide 好 这呢我主要职业的地方是在马六甲 在马六甲 有面对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个问题想要联络的 我的话呢可以这个手机联络或者这个电邮也可以 这中兽医呢在这些世界范围里面呢是受到很受欢迎的一个课题 那么主要的我们中兽医的这个口号呢 在英文世界里面呢我们谈的是说这个医学呢不在意它是古代还是现代 那么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医学系统呢是不是有疗效 就是我们不管是兽医也好中兽医也好 我们比较倾向于一种共识 一定要有疗效的一个治疗方法才是我们选择的一个疗法 中兽医当然在古代就是中国就是一种古代的这个医疗系统 那它发展已经超过3000年了 在还没有现代医学的这个推展的时候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 现在我们中兽医使用的方法有哪一些呢 基本上跟人的这个中医治疗呢是没有差别的 那第一当然是针灸而且是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用的比较多第二中药 中药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因为我们会发觉说可能70%的疾病呢 还是要用到中药 另外30%的疾病呢可能只需要用到针灸 那么还有就是辅助治疗的推拿 然后还有这个食疗 因为在营养方面呢达不到这个要求 在环境的影响下呢中医以中医学为主导的 指导的这个食疗呢可以发挥相当重要的角色 在这个动物的这个治疗里面 对好 那么在古代呢当然有人会问啊 这中兽医这个名字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是几时冒起来的 那这中兽医呢当然相对来讲是跟西医 就像中医来讲相对于西医而提的 在古代中国是没有中这个字的 那你看我们看周理 周理是这个古代的一本这个典章制度的这个书本里面 谈到兽医的职责 当时用的就只是兽医这个字 没有中这个字 中是在现代呢相对来现代西医学 我们兽医使用的都是西医学为主的兽医 兽医制度 所以呢是相对来讲说 现代西医为主的这个兽医学来讲 那中兽医的历史呢 当然我们会提到 它的发源是怎么样 当然它发源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 而出现的 那它并不会因为一个人 或者一个时代就完整的呈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的一般上我们会说这个伯乐 伯乐是我们忠受于真酒之父 在这个现存的最古老的文献里面呢 我们发觉有一本书叫做伯乐真经 这个是我们忠受于真酒最古老的一本文献 那么提名是伯乐 那么伯乐当然它是一个天上的星星的名字 它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封号 这个人呢 其实它的本名叫孙杨 那么现在呢 如果你去洛阳的话呢 在某一个地方你还会找到这个伯乐村 伯乐村呢 就是当年这个伯乐向马的地方 如果我们今天大家懂这支音叫做伯乐的话 这句成语呢 是从这边来的 谁是我的伯乐 就是谁懂得我 就懂得 它在路边呢 看到一只马 它说这皮是千里马 这个地方呢 在现在呢 还有这个历史的遗存在那边 就叫做伯乐村 在洛阳的某一处 那么更古老的话呢 很多人会说这个比较是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这个人物 我们叫马思皇 那马思皇在很多这个针灸记录里面呢 他是跟这个皇帝对话的 那宗兽医呢 使用的经典呢 也是以皇帝作为这个人物来介绍这个医学 跟这个宗医是一样的 皇帝内经里面的皇帝 或者是奇博啦 还有这雷公啦 这些对谈 那么在很多这个宗兽医的典籍里面是 皇帝跟这个马思皇对谈的一些内容 好 刚才我们说到的伯乐村 唐朝的一本书 叫做《思慕安吉吉》 它是一个呢 在唐朝的时候呢 对这宗兽医的一个总结 对这宗医的一个总结 说明了很多 一直以来呢 在唐朝 宋朝 明朝 清朝呢 都是以他为主的来学习的兽医 在这本书里面呢 提到呢 这个马的整全神的血名有77个 那血位呢 有162个 因为有些是双血 那么具体说明了火针啊 血针啊 白针啊 用刀割 那不可以针旧的一些穴位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 也已经提到了这个六阴六阳 是跟人一样 但是呢 还没有发展成为就是归精 就是没有在这六阴六阳的这条 62个经脉里面呢 放上穴位 所以都是个别的穴位 就我们有人呢 有所谓的天人相应 在这本书里面有所谓的受天相应 也是本意营养 营养就是我们中医这个基础的这个理论的这个来源 所以呢 尤其马呢 生活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呢 它对着五阴六气 就是整个天气气候的变化呢 也是很需要很小心的照顾 针对这个气候的变化 给予适当的这个调养 养育 才会养出以前这些 因为战马在古代呢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在谁有战马呢 就谁可以得天下的 好像蒙古人呢 在马背上呢 得天下 所以好的这些战马呢 在古代是非常重要的 好 这个是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六阴六阳图 但是它还没有发展成为完整的这个十二经络 好 77个穴位 穴明啦 77个穴明 那么有些包括双穴的话 就有160多个 这是当时的这个现况 好 到了明朝的话呢 我们中兽医呢 最最 一个总结性的这个 这个书本呢 出现了 叫做 阎亨 辽马吉 是两个作者 玉本源跟玉本亨 两兄弟 那么从唐朝 一直发展到明朝呢 有了很多新的这个 认识 对疾病的认识 对疾病的治疗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 我们发觉呢 很多处方呢 其实来自这个 金元寺大家 然后金元寺大家里面呢 尤其是脾胃论这些 都很常用到这些厨房 所以呢 在中兽医里面呢 使用的这个方剂呢 跟人用的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中兽医发展到现在呢 最大的这个发展呢 就是我们呢 现代中兽医在这近几十年来呢 我们把人体的一三百六十五个穴呢 全部呢 相对的呢 就是直接呢 套用在马跟小动物的治疗了 那基本上我们用的治疗方法呢 治疗穴的这个呢 跟人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这武术穴的使用啦 这张福理论的使用 指导这个穴位的应用呢 基本上是相等的 我们使用的方法是 以人类的这个三百六十五个穴 来应用的 好 那么呢 前面的部分呢 我们讲了这个 关于这个历史的这个 来源 中兽医的整个历史的概况 稍微提到了 那么在历史的部分呢 我们发觉呢 现代呢 在西方呢 兴起来 鼓这个中兽医的日潮 在基本上在欧洲各国呢 都成立了这个 这个中兽医的继续教育的机构 那很多人也很热衷于学习 那么主要的传授的语言 是以英文为主 都有着完整的教材方面 那么接下来呢 第二部分呢 我们要谈的呢 是稍微的 看看我们中兽医使用的 这个理论方面有哪些 那其实也离不开 跟人的是相对来讲 是同类的 同样的 首先我们讲阴阳 阴阳是从这个黑夜白天 这样的一个观念呢 来看待这个疾病的 这个动态 用这个太极瑜来表达 有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这个是它的一个开始 阴呢 是比较于这种慢的 静止的 比较弱的 向下的 阳呢 是比较是热的 光亮的 晴天 比较强壮的 向上的这些 这些情况 回类在阳 下一张 那在临床上 它怎样使用呢 那我们讲到呢 最基础的疾病呢 就是因为阴阳不平衡 那讲到这个阴阳的 这个虚实的问题 那有 这阴阳的实是什么呢 有这个比较强壮的 活跃的 这种疾病呢 属于阳病 那阴病呢 是哪些年老的啦 体弱的啦 慢性病 这些属于阴病 那如果阳时的话 它有什么 它就是会显现热像 热像有什么 好像石头发红啦 喘气啦 体温升高啦 那如果阴时的话呢 寒冷的现象 怕冷啦 整个人缩在一起啦 我比较是 静态的一种 疾病的变化 那如果阳虚呢 阳虚呢 它因为阳 不足的时候呢 它会就显现 这种冷的现象 它是因为阳不够了 所以它会有一种 寒冷的现象出现 那么阴虚的话 就显现热像 因为它的阴不足 所以就有 不平衡 它就显现这个热像 好 这有一个简单的说明 那途中呢 正常的动物呢 它是 叫做阴平阳密 就是阴的部分 跟阳的部分 是相对来讲平衡的 那如果阳虚或者阴虚呢 就是代表它的阳不足 或者阴不足 所以它就 低下了一个现象 如果是太多的话 就高的一个现象 不管是阴胜呢 还是阳胜 它就会造成疾病 我们可以讲 叫做邪气胜 那么如果是 阳虚或者阴虚 就是这个 正气虚不足了 正气不足 所以它会显现这种 阳虚或者阴虚的现象 好 那么之前我们谈了阴阳 那接下来第二个重要的 就是五行了 那五行大家都很熟悉 五行呢 在传统 中国传统里面呢 被使用来指导 各方各面的 从学习 从国学的学习 这个医药 那么这个 风水等等 都有用到 那在医学里面 我们怎样用呢 就主要就是 还是把它归类在一些 关于医药的这个 内容里面呢 把它各个归成 木火土金水的一个性质 木火土金水 就像好像动物的这个 行为也好 我们也可以用五行来归类 好像说比较主导性的 比较易怒的 属于木的 那如果是很乖的 很乖巧 很听话的 那属于土的 热情如火的 是属于火形的 我们狗呢 动物呢 也用这样的一个 五行的方法来归类 以方便来判断 它的一些 五行的 这个虚实的问题 下一张 那最主要的五行 就是相生跟相克 相生跟相克 这我就不深入的讲 我们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那么下一张 好 这个是呢 主要是要谈到 它相生相克 会产生一些疾病 好 这边呢 相生相克呢 当然它是需要的 必须的 它是作为 维持正常生理的 一个正常生理现象 好 当它在不平衡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木火土金水 所代表的五脏呢 就会出现一些 我们所谓的脏腑 因为虚啊 因为食而引起的一些疾病 然后木是干 火是腥 土是脾胃 金呢 是代表肺 然后肾呢 这是水 好 相生的话呢 如果是母亲病了 好像木生火 好 母亲病了 就会造成 儿子 心火 有出现问题了 下一张 好 那同时呢 如果是木生火的话 这个火生土 那土不舒服了 也会累到这个火 因为火呢 火生土 所以这个脾虚造成心虚 最后皮肚累积心火 然后相克太过的这个问题 好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呢 你胃口就不好 好 然后我们简单谈一下这个四疹 这个是我们终于受益者们看病 万文文切 大家都很熟悉 好 主要的呢 动物呢 我们望色 好 望色 望神 第一呢 我们先望神 这个动物有神无神 然后整个动物呢 一走进来 是不是还有希望 是不是躺在那边 不会动了 好 我们看看 第一 望神 最重要 得神者仓 设神者 王 这个是重要的 好 接下来我们望色 这颜色呢 不同的这个 颜色的改变 从他的这个黏膜 看起来眼睛啊 这皮肤 那不同的颜色变化呢 我们可以呢 做出一些初步的诊断 他属于哪一类型的疾病 好 望神 望神主要是看他长得好不好 动物呢 毛发 这毛发是不是 漂亮 然后还有更重要的 其他一个是望这个石台 看看他的石头的这个变化 文味 在动物里面 文味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个动物走进来 如果是生了这个 被苍蝇下蛋的 长了这个菊虫的话呢 我们一嗅就知道 这个动物 这个伤口呢 长虫了 这个对动物来讲呢 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像说有糖尿病的这个动物呢 你一进来你就会嗅到一些 我们讲这个特别的味道 然后还有就是肾衰竭的动物 一进来也有嗅到这个尿味 他的口一打开就有尿味还是什么的 都很明显的 所以能够在动物里面呢 文味也是蛮重要的一个方法 接下来 好 纹身 这狗呢 这狗呢 进来会不会飞 飞的有力还是无力 我们听起来 他的声音到底怎么样 那他的伏息 在船呢 还是怎么样 因为动物呢 尤其毛狗呢 是不会出汗的 那他的这个伏息呢 代表了他的体温 有没有升高等等的 好 那温诊 温诊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就像人也是一样 我们会问这吃主 到底 这个狗吃不吃啊 喝不喝水啊 吃得多吗 这个大小便怎么样 情况怎么样 温诊是我们用的最多的 整个这个历史的情况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好 这切诊 大家都有兴趣的 大家都懂 人的把脉是 把在这个手腕上 一般上就把在手腕上 那么动物怎么样拔呢 那中小型的动物呢 我们把脉呢 就是这个 鼠西部 鼠西部这个大腿 这个动脉 然后我们站在动物的后面 那手呢 像里面 就贴在这个膝盖上 然后把三根手指 探进去这个 鼠西部 排开 也是像人这样子 有三个手指 寸干 寸观尘 来看 就了解他的脉搏的 这个跳动 那中小型的动物呢 我们用这个鼠西部的部位 那如果马的话呢 是用这个颈部的动脉 这个颈部人蚊 来做这个切枕 切脉的动作 这个也是一些方法 再下一个 一些基础的脉 浮沉 磁缩 也有滑脉 细脉 悬脉 这些都比较深入 那么我们用的最多的是 八缸辨证 接着八缸辨证呢 就是脏腑辨证 还有其他的辨证方法 跟中医基本上是一样的 阴阳癌 我们已经谈了 就是说阴虚阳虚 阴时阳时的问题 再下 表里的 我们看这个病呢 如果是刚刚发生的 这个不是太久的 属于表的 已经深入的 比较严重 属于理的 下一张 虚实 一样的 正气虚 好像这个 这个冠状病毒的话 属于邪气虚的一种疾病 那人同时 人也正气虚 所以应该怎么样 好 下一张 OK 好 那我们改简单的 谈了这个 一些辨证的方法 和一些理论 那我们 中兽医呢 最得到人们的喜爱呢 或者是 得到大家的关注呢 应该是他 这个 针灸的一个部分 是最多的 所以 现在的中兽医的 这个训练呢 一开始也是以中兽医 针灸为主 先把这个针灸 搞好了 过后我们 还搞这个 中药 那么到底 输血是什么呢 好 输血 当然 很多人提出了 很多观念 那我们简单来说 这输血呢 它是一个 沟通内外的 一个种重要 就是说 在疾病的表现呢 我们通过 刺激这个输血呢 能够达到 这个调整的作用 那输血通常是 是在哪一些部位呢 它我们发觉呢 它通常是很多 这些筋膜 肌肉的筋膜里面 然后还有结底组织 然后很多这些 肥大细胞等等 这些比较 作用比较大的一个东西 好 下一张 好 这个是呢 我们直接把人的这个 经脉呢 通过这解剖学的 这个测量过后呢 直接呢 把它安放在 这个动物身上使用的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现代中兽医的 这个最大的发展 就是把人类 365个穴位 通过12个经脉 还有这个 认脉毒脉的 还有七经八脉呢 把这些穴位呢 直接安放在 动物来使用 好 这个主要是背后的 毒脉 还有膀胱经的穴位 还有这个胆经的穴位 好 同样的我们看到 在西方呢 人也是一样 我们用的这个 穴位的方法呢 是 以数目字来取代 这个 名字的 当然我们也会 同时介绍 这个 传统的名字 好像每个穴位 有多少个穴位 好像肺 肺经有 有九个穴位 我们就 用这个 LU 作为这个肺的代表 LU 一到九 作为它的穴位的名字 那么在现在呢 我们比较常用的 基本上有150个穴位 所以我们 这个基础的 中数学训练呢 需要学习 就是说 掌握 150个穴位 作为这个 治疗的 这个用途 好 那么呢 跟人 跟人是 一样的 就是把人的 直接呢 套用在 动物身上 好 下一张 好 这个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 怎么样来称服 这个好像说 这个太原 太原是在 第九个穴位 我想刚才那个 肺的这个穴位 应该是写错了 不要紧 这个呢 第九个穴位呢 是太原 然后在传统上 我们叫太原 那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 把握 是把得到 这个脉搏 跳动的地方 在这个 饶动脉的 一个 区位 在动物也是一样 你能够 摸到他的 这个 脉搏的 跳动 在 在饶车 在这个手腕上 这个 饶动脉的 那个部位 叫太原 就是一般上 我们叫LU9 LU9 好 那么呢 除了学习 这个 人 直接 套用的 这个穴位呢 还有我们 也没有忘记 这些 历史上 传统留下来的 一些穴位 在 动物 在 狗呢 我们还保存着 77个传统的穴位 那77个传统的穴位呢 很多 其实是跟 这个 十二正经里面的穴位 是重叠的 好像我们讲 这个 白慧 白慧 就是重叠的 还有 有着肾书 这些都是重叠的 那么 有些没有 有些呢 是自己的 好像我们讲 在这个 讲义上的 这个PPT的 讲的是脑梳 就在这个眼角 到这个耳 耳朵的 这个 三分之一的 部位的 那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叫脑梳 那作用呢 主要是治疗 这个癫痫 和脑病的 一些问题 我们常用的一个穴位 叫脑梳 那还有什么呢 我们有一个 很出名的穴位呢 三根 三根在哪里呢 就是在鼻子的正中 这个有毛跟无毛的 黑色的那个部位 有毛跟无毛的 这个正中间呢 它主要是什么 开胃 然后如果动物不吃的话呢 直接我们可以扎上这个三根 或者按摩这三根 那很多动物呢 它就开始可以 比较有胃口 可以吃东西了 那这个传统穴呢 我们叫做龙肺 是现在的硬糖 硬糖 那在动物里面 我们叫龙肺 那还有所谓的鼻痛 然后这个夹车叫爆筛 这个爆筛 还有一些健胃啦 天瓶啦 这些传统的穴位 我们都还在这 常常的使用 那么传统穴位呢 猫狗有77个 如果马的话呢 有210个 是比较多的 那中受益的发展呢 主要呢 我们集中在马 跟这个猫狗的宠物 这两方面 第三部分呢 我们会谈到一些 这个针灸的治疗的 这个方法 还有它治疗的一些 色音症是什么 那到底针灸在这个 寻证医学 现在的这个 样样都讲求 证据的一个社会呢 这个从文献上 从这个医疗 这个研究上呢 它对哪一些疾病呢 有明显的作用 那如果在人的话 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有建议的这个 我相信现在应该是 接近200多种 它所谓的 一些是非常有效的穴位 就是说用针灸治疗 是非常有效的 一些色音症 有帮助的一些色音症 那在动物也是一样 那有一些是 完全可以用 这个中受益针灸 或者是这个中药呢 处理的 而不需要用到 这个西药的这些疾病 那有一些呢 辅助治疗的 还有一些呢 是改善症状的都有 所以它是 在现代社会来讲呢 我们中受益的发展呢 跟这个 寻证医学的发展呢 是息息相关的 一定要 任何的这个作用呢 都要有一些 不管是文献 或研究上的这个支持 人们才会 比较容易的接受 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 一般上穴位的治疗 现在是针灸的部分 穴位的治疗有什么 怎么样 首先呢 我们在 现代中受益来讲 我们叫做 干针 就一般上的就是 刺法 就是针刺法 就没有用任何的东西 在英文 他们当然叫 dry needle 当然现在 dry needle 一般上是指 物理师用的 这种 西方针灸 那在这边 我们还是一样的 这样子用 就华文叫 干针 或者是白针 那么在 在现代 我们中水 用的比较多的是 电针 很常 我们都会 加上电 电针蛮多的 然后有一部分呢 这些阳虚的 这个比较 属于寒性的症状呢 针也是常用的 那传统上 像这个照片呢 是用爱条 针 这边是这个中国 或者台湾的方法 那么现在很多 都是用这个 方便贴 方便贴的 针 就韩国出的 或者是中国的 这种 爱爱贴的 这种贴上去 保毛 按屏 或者踢掉 然后贴上去 针的方法 那么 因为我们是兽医 那么 兽医呢 可以使用任何的方法 来作为治疗的手段 所以水针呢 在我们动物 是用的很多的 好像说 一些这个 水针治疗 这个敏感 或者是 这个行为 方面 这个精神 受到影响的 或者一些 比较凶的狗的话呢 把这个 B12 或者是一些 这个 蒸馏水呢 打在这个 安神这个穴位 打在这 安神的穴位呢 它有很好的 治疗作用 有很好的 治养作用 这是我们 用的比较多的 那么在这个 马的话呢 很常呢 都是用穴位注射 来治疗 这些慢性的疼痛 尤其是这种 跑马啦 很多这种 慢性的疼痛的问题 那么埋针 埋针呢 这个是 动物我们特有的 就是用这个 金 金 金座的 这个 小小晶片呢 直接埋在 这个 环跳 作为治疗 这个髋关节的 一种退化的 一个疾病 这个是 因为它这种 是要需要 一个长久的疗效的 所以这个 就像我们的 美容针 用这个埋线的方法 埋针 我们 比较在 受益界用的 比较有人 推广使用的是 这个 晶片呢 这个 用晶座的 这个埋在 这个 环跳 血治疗 这个我们叫做 髋关节 退化的一个问题 那很长 这个低频的激光 也是我们现在 常用的 因为有些动物呢 可能不能够 接受 针刺 疼痛 那么 无痛的治疗呢 也是我们选择的 一个方向 只是这个治疗 一切呢 相对来讲 费用比较高 那它的 机制是什么呢 那现在我们 一般上相信啊 对于疾病来讲呢 它是一个 破坏身体平衡的 那针灸呢 它能够怎么样呢 恢复身体的平衡 然后呢 另外呢 让这个身体呢 处在一个 最佳的复原状态 所以 身体很多时候 是要靠自己复原 但是 你需要给它一个 完美的 或者是说 完善的一个 内环境来 来复原 所以呢 针灸能够达到 这个效果 而是这我们 中受益相信的 它最有效的 一个部分 好像疼痛 还是什么 当你针刺的时候呢 可以调整 把身体调整 的内环境调整 在一个最佳的 复原的状态 那这个恢复呢 是 好 这边呢 我们用这个 MRI 就是核磁共诊 这个 动态的核磁共诊呢 来做一个 他们西方 世界呢 样样都要讲证据 所以他们做了 一个这样的研究 这个当然是 人 人也做了很多 从这个 整体的功能 上各方面的反应 在这个核磁共诊 可以看到什么 变化 你看我们 正常的 正常的 这个脑波 是怎么样 那么当它 处在疼痛的时候 它的变化是怎么样 那治疗后呢 最后的 症状呢 那个 黄色的 很少了 所以呢 就证明了 说这个 针刺呢 在这个 改善 这个 疼痛的 这个问题上呢 处于一个 很好的 这个治疗效果 这个是一种 针灸 寻症科学方面 能够看到的 好 这个是比较旧的资料 在2000年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好 我们在这个 关于这个针灸的 这个参考呢 有15000多份 主要是人的 当时呢 只有282份呢 是关于这个 受益的 那么10年过去了 这个相信翻了好几倍了 现在 中受益的部分呢 应该也不会太少了 至少也好几千份了 所以呢 这个主要是在西方的 这个 尤其是美国的 这个国家图书馆里面 关于这个医药的 这个文献的资料库里面的 好 那么呢 在中受益 或者我们受益 懂得中受益的受益呢 为什么选择针灸的时候呢 它有三个考虑 第一个呢 是联合使用 为什么要联合使用呢 我们希望呢 一些副作用 比较明显的西药呢 我们想要减少的剂量 好像止痛药 它的副作用是非常 大家都很明显的 所以我们要减少止痛药的使用 那第二呢 要降低一些药物的 这个副反应 然后最 当然最第三呢 我们想要加快疗生 这个呢 是联合使用的时候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取代药物 那针灸如果能够改善的话呢 那达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要完全取代药物 就以针灸 作为治疗 那最后呢 第三个部分呢 避免一些手术 有一些好像说很长 骨科的手术 那如果针灸呢 能够改善 或者是治疗那些情况呢 我们可以避免手术 好像这个我们讲的 这个膝盖的这个 错位的一个问题 那很常要用手术来处理 那针灸呢 很常呢 可以避免这方面的手术 还有这个关节 这个拖位 那也要手术处理 那如果用针灸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避免手术 那有些手术过后 因为手术费用 它能大过这个针灸 所以能够减除这个手术的费用 当我们做这些 中兽医的治疗的时候呢 一般上我们有什么期望呢 那你可能会发觉 当下就有疗效了 那可能还要几天 这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还有一种是 累积的疗效 它要经过多次的治疗 一般上五到七次的治疗 那可能还要重复多一两回 多重复多一两个疗程 那如果是 治疗的这个平密度呢 如果是比较严重的 或者是初期的 急性的 我们一般上一个星期呢 可以做一到三天做一次 那如果慢性的 一星期做一到两次 那如果巩固治疗呢 可以两个星期一次 或一个月一次 都都有 就不同的情况 可以做不同的这个调整 下一张 好 那么适应症呢 相对来讲 就基本上各科呢 都有它使用的机会 那我们稍微的看一下 好 下一张 好 骨科跟神经内科呢 是我们用的最多 针灸用的最多的 就不管是薄形啦 颈痛啦 背痛啦 关节炎啦 韧带损伤 椎间盘突出 肌肉损伤 然后我们可以 不管是联合用药 或者是直接取代药物 都都可能都可以做得到 那么它都可以 很好的改善 来想 然后皮肤科 皮肤科也是 尤其是这些 过敏性的皮炎 或者食物敏感的皮炎的话呢 现代医学呢 面对很多瓶颈 那么针灸中药呢 在改善症状 或者是 减低这些用药 改善这些副作用的方面呢 都有很好的 这个效果 好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 神经系统的 那神经系统的 最近呢 我治疗一个 面谈的这个 狗的这个 情况 那么 因为有些动物 虽然它有这些问题 但是它不一定 会让你处理 所以有些 能够针得到的 不是很多 最近有一只狗呢 效果还还比较明显的 从这个脸部呢 完全是没有表情 到针了几次过后呢 这个眼睛 眼睛周围呢 皮呢 这个追角呢 开始有一些 活动的现象 只是耳朵呢 还不能够 动 耳朵还是 痰痪的现象 所以 所以效果还 还没有完全改善 碰到MCO 就暂停了治疗 好 那么 在神经系统方面 这个针灸最有效的 和中药呢 是这个电线 我们可以 甚至就是 不用用这个 西药 用针灸 跟这个 中药呢 都可以 很好的控制 好像我常用的 中药的话 可能就是这个 财富家 龙骨牡蜜汤 然后 镇干西风 这个 拌下白煮添麻 都可以用到 那针灸 像讲的一些脑酥 白灰 这个 龙灰 或硬糖 这些穴位呢 风磁 都有很 非常有效的 在动物里面使用 就是 改善这个 点弦的症状 来先一讲 好 眼科 那眼科呢 取决于这个 动物的配合度了 那么很常呢 配合的来的动物呢 不管精明 球后呢 这些童子疗 我们都可以增 效果都会非常好 尤其这种 清光眼 还有拱膜眼的 效果都非常好 还有僵压的效果 消炎 和这种 组织修复的功用 行为学 行为学 是一个很头痛的东西 一般上呢 像人类也好 我们用的都是 抗忧郁的药 那抗忧郁的药 吃过后呢 动物一般上都 就处于这种 就是不活跃的状态 一般上主人 并不愿意 看到他们的动物 变成这样 所以呢 在针灸 这个 中药呢 对这些 有一定的疗效 分割焦虑 有一定恐惧 有攻击性 这些 常常很多动物呢 尤其狗呢 被暗热死呢 是因为 有攻击性 所以呢 如果能够做这个针灸 或者吃中药的话呢 可以降低这个问题的话呢 那在动物福利方面呢 应该有一定的这个帮助 下一张 好心脏病 心脏病 针灸呢 当然 刚才我讲的 针灸可能30% 用药70% 然后针灸呢 可以改善一定的这个心脏病 但是药物还是主要的中药 其实在心脏病里面呢 中药呢 完全可以取代这个西药 我常用 我用很多这些 动物有着 尤其年老过后呢 有着心脏问题的 我们中药都都有 有办法 治疗 改善症状 直到它的寿命 结束 好像我们在蒸污汤 富方单身 还有滋干草汤 这些我们都常用 它能够强化这个心脏 改善这个心律 色肠的问题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针灸 当然我们这些心疏 猪三里 手三里 这个皮疏 这个肾疏 这些我们都可以用到 治疗这个心脏的问题 那么 肺脏的疾病 这种好像主射性的肺病 这是呼吸道的 那针灸肺疏 这个风磁 取磁 太原 就肺经的穴位 我们都常用来治疗 这个肺部的疾病 可以改善 很好的改善 可以联合 主要是联合用药吧 我们主要是跟现代的医药 联合用药 在消炎 改善 呼吸方面 都都有 降低这个焦虑 都有 有作用 中药方面 我们常用的 好像是补肺伞 百合固精 这个养阴清肺 这些我们都常用 还有就是 呼吸器官感染的 这个阴窍伞 麻兴死肝 小青龙 这些我们都常用 好 好 肠胃病 肠胃病呢 也是中药 真酒的这个强项 好像补中益气汤 真灵白足 然后穴位方面 好像我们讲的 这个皮疏 胃疏 竹三里 手三里 这些我们都常用 好 刚才我们讲到三根 胃口不好 三根皮疏 这些我们都会用到 那紫蟹有这个 长墙后海 长墙我们 在动物叫后海 长墙血紫蟹 非常有效 那么很多这些便秘 这些中药 跟这个真酒治疗 都能够改善 都有很好的作用 然后肾脏病 那肾脏病 那么西药的这个 使用呢 非常局限 基本上没有什么 西药可以用 那有也是这个 ARB ARB 我们人是用在 这个降低血压 降低血压 在动物呢 我们主要用来保护 肾脏 那效果也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有了真酒 跟这个中药的介入呢 很多肾脏疾病的这个狗呢 能够比较好的这个生活状态 到他们 寿命结束 都都有很好的作用 好像膀胱炎 膀胱炎也是很多这种 无菌性的膀胱炎 中药都可以发挥很大的功用 还有这个真酒 无菌性的膀胱炎 出血性的膀胱炎 我们用到竹林汤 霸震散 这些我们都常用 然后射净 尤其是这种射净的问题 警规生气丸 缩权丸 真酒 尤其是酒 爱酒呢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好 产育病 很多这个不孕症 不管人或动物都有面对这种问题 马这种比较好的 好的品种的马呢 需要 就是说有这个 要交配比较多这个母的这个动物 需要有良好的精子 中医药、针灸都能够很好的这个帮到 好 内肥病系统 好像糖尿病 鼻竹唇增多了 甲状性功能 主要呢 就是联合用药 在这方面呢 中医药、针灸呢 主要是联合 联合用药跟这个降低这副作用 降低副作用 那么改善一些比较明显的症状 让他们活得比较这个 熟舍的状态 直到生命结束 好 免疫的疾病 尤其自体免疫的一些疾病 红斑蓝肠 这些都有很好的作用 然后癌症 那癌症呢 有不同不同的这种使用方法 那不同的这个想法 那当然我们避免在这癌症的这个 这癌症上面针灸 但是呢 作为改善症状 调节其他的免疫系统的方面 都有很好的作用 我们常用在动物里面 我们常用的 好像学辅助鹰汤 小金丹 然后烧辅助鱼 尤其贵子茯苓 小和善结 这些这个消鹰丹 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 针灸呢 主要是这个化疗过后 癌症化疗过后 改善症状 加强自体免疫这些 都有很好的联合用药的价值 好 那么呢 这边主要是讲到针灸 那中药可能另当别论 但在针灸中受益里面呢 我们可以总结说呢 它基本上是非常安全有效的 好 只要你只要是受过合格 受过专业训练的 这些受益师操作呢 基本上都是安全有效的 那么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副作用 基本上针刺是没有太大副作用 主要是这些危险的器官 不要针到它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在联合用药方面 它就更有优势了 就是可以改善 减少这些剂量 不管在金钱方面 或者是药量方面 都可以很好的改善 减少 然后还有它的副作用 好 那么当然到这一张呢 是我今天的 要讲的全部内容 三个方面 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然后有一定的这个收获 我把麦交回给黄会长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